好 五件的1.27分 现在立法院持续针对国会的改革案 进行表决当中 那么有没有机会在今天三读误关呢 如果过关之后呢 莱姨是不是提出来 视线几率最大呢 目前在立法院最新进度 把时间教会主播陈静怡敬礼 持续带你掌握在立法院 国会改革法案的最新进度 那么经过一哥上午的表决 到现在大概还剩下五到六条的条文 那么要来进行表决 而且剩下的通通都是民进党 所提出来的再修正动议 好 什么是再修正动议呢 内容是不予增订 民众党立委就表示 像是这样不予增订的这种条文 应该是不用表决的 但是民进党仍旧要表决 所以每一个条文都是重复表决 点名表决等等 他们认为明显就是在拖延 但不管如何 蓝白仍旧凭着人事上的优势 预估在下午的三点钟 可以完成二读 但是在单独的部分 就要看看民进党会如何来飞格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稍微早 徐晓鑫的最新说法 我们在整部法律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只是说因为它有一点复杂 所以在外面很多的青年朋友 他们可能有一些误解 那我们又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跟各位说明 也希望我们负责任的说明方式 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这部法案 它对于社会公开透明的重要性 我们一天不透过 通过国会无法 我们就一天没有办法 厘清快摔角吃点 厘清超市案 厘清疫苗案 甚至未来发生的所有疑点 例如台南88强 政府议长会选案 甚至像是很多其他的 大家会觉得奇奇怪怪的案子 我们立法委员 其实并没有那样的职权 那但是当国会无法通过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更完备的一个法律 让行政跟立法 能够在一个平行的状态里面 有权力能够来监督行政院 而面对立法院外的轻鸟行动 唯利院像是柯文哲也表示 执政党确实在抗争 它难以理解 那么现在国会改革法案 尽管速度不是非常的快 但是也是持续的在挺进 预计今天会完成三读 那么如果完成三读之后 就包括了总统的国情报告 每年要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还有藐视国会罪 另外还有立院调查权 听政权等等 为的是要让立法院的权力 能够制衡行政院 那稍待会在议场内的最新状况 会再为您做掌握 我先把时间交换给朋友